現在十二月初囉 臺股大家還記得嗎 這個月初曾經突破萬五大關 只是站上去沒有多久就失守了 進入到二零二三年 最後倒數的幾週 行情怎麼觀察呢 還有明年臺股繼續攻嗎 我們要趕快跟裕可老師 一起來討論 因為今天最新的這一份瑞銀的報告 對明年的展望出來了 高點預期在一萬六千七 樂觀上看可以突破萬八 裕可老師 我們從這張這個最新的報告 你跟大家分析一下 明年的行情這麼樂觀嗎 我覺得是可以去做這樣的理性預期 我們就不要講樂觀 這一萬八千 這槍斤一萬九千點 是有點過度樂觀 但是我認為說 他所訂立的一萬六千七百點 這是有機會到達的 好 那如果說真的能夠達到這個目標的話 那就從現在起算 也有兩千多點的空間 老師這個目標大概是上半年嗎 我覺得會再落在下半年 下半年 對對對 那等一下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國內券商的報告 我們一併帶大家看 我們先來看一下內容 為什麼他認為明年度有機會再創新高點 首先第一個景氣循環的復屬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普遍認為說 因為很多的原因 因為這個烏二戰爭 因為通膨 所以說景氣現在是走向低谷 那明年度有可能開始來到景氣循環的一個拉伸 再來中國大陸的解封 能源的轉型以及供應鏈的持續重塑 以上種種原因 他看好所謂的台積電 聯發科 大力光 中株 台達電等等的這些股票 所以說他認為說明年度應該這個是理性目標 一萬六千七百點 樂觀目標將近要到一萬九千點了 好 那我認為說當然他有他的理由 我們直接先看下一個券商報告 好 永豐金呢 報股別賣 空手等低點 好 那其實他這有隱含兩個資訊 第一個 如果你手上是有股票的 你現在就不要動作了 你就抱著不要賣掉 如果你是空手的呢 他又告訴你等低點 那是還不要動作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有點懸念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點是在哪裡 他說第一個 明年第一季才會落底 也就是說現在他認為還是有點相對偏高 明年第一季會是低點 接著從一萬三千兩百點開始漲 到第四季來到最高點一萬六千六百點 好 那他認為的2023年有所謂的三道曙光 第一個 蓬蓬降溫 經濟落底 以及停止升息 有說明年的下半年 是的 有可能開始了 對 尤其目前市場的預期呢 降息的時間點 快的話有可能是落在明年度的五月 慢的話就是後年的年初 那當然我認為說 如果我們用一個不要這麼樂觀的 這個進程來看的話 我們就抓後年 後年度的一月份好了 那其實通常股市的反應會領先一季到兩季 所以我認為說基於這兩個原因呢 是非常有可能 淵莫就是在明年的下半年 第三季 明比第四季 就有可能去看到這個股市的一個高點的形成 好 所以說呢 他會建議說大家在第一季來做一個低點的佈局喔 然後呢 一路就報到底 從第一季買 買你就擺到第四季 擺到第四季 就探集啦 他就是這個意思 好 那當然呢 我們認為說 當然也是有他的立場啦 那可是我們就樂見其成吧 那當然我們近一點 我們先來看一下現階段的台股 我們看一下K線圖的部分囉 好 那其實蠻多投資朋友認為說 在這兩天的回檔 你看起來其實沒有跌很多 其實昨天加今天 大概約莫也就是三百五十點嘛 說不明有很多 但今天五日十日先都破了 對 五日十日先失守 那同時間呢 因為今天跌的比較算是中小型股 那很多都殺到很深嘛 所以會殺到這個投資人沒有信心 那怎麼樣來做解讀呢 其實我用一句話最簡單 其實這一波由低到高 漲了兩千五百點 回檔個五百點也不過分 其實就這麼單純 他就是一個很正常的漲多回檔 而且如果說我們用一個大家比較常看的 我們叫黃金序列的話 其實多頭回檔零點三八二 其實我們這麼講好了 他就算真的跌到九百點的一個回檔 這個都還算是強勢 都仍然算是一個多頭格局的延續 那再來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 來帶大家看 其實有一個小地方 如果說現階段 你覺得說拉回 你開始琢磨著想要去做進場的話 但是你又不確定 到底這個多頭能到什麼時候結束 空頭什麼時候來襲 我們一個很簡單的地方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在上漲 以及這個下跌過程當中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跳空缺口 那其實這個跳空缺口 在過去這段時間 他都具備一定的指標意義 比方說這裡的缺口 這一波就攻不過去 或者說這一波的缺口 在這個地方 他也做了一定程度的運量之後 才做一個跳空的攻過去的動作 那這裡呢 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觀察指標 如果一個多方缺口 連續跌破兩個多方缺口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個時候做多的人 要稍微停看廳的時候了 好 那我們來看 這邊我們重點 第一個 他要連續兩個做多的 多方的一個跳空缺口 所以這個不算 因為這個是一個空方的缺口 它是由上往下跳的 對 所以我們看 第一個 這一個 這個缺口目前跌破了嘛 對 第二個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比較大 對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認為說 在這個地方 我們再對下來 大概在一萬四千點 下面一點點的這個位置 會有支撐 對 我認為在這個地方 都還算是安全 然後其實再搭配 我們剛剛所講的 如果說回檔的幅度 可以接受到900點的話 其實我認為 這就是目前台股的安全邊際 可是當然 我認為說 也不至於真的要到 看到這麼低 因為目前來講的話 台股來到這邊 其實回撤到月線了 我認為說 明天可以先看 月線這個地方 守不守的穩 或許在這邊 月線震盪一下 有機會再往上 做一個攻擊的動作 或者說橫盤整理 這個都是有機會發生的